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近日华为常务董事 消费者业务CEO于晨东 在深圳举行的发布会上 介绍了华为发布的首款 鸿蒙汽车 自从美国通过切断半导体供应链 对华为形成釜底抽薪之事时 华为造车 以及华为多个产业军团 什么煤矿军团 什么其他的 包括甚至连养猪 这种说法都有 当然我们也知道 那是华为在农业领域 通过人工智能 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种种这些作为 还有港口军团就应运而生 与其说这些动作是水到渠成 我认为倒不如说是被美国给逼上阳山 活下去是核心战略 不仅仅要活着 还要活好 还要继续加大对关键科技的研发投入 这一切都需要弹药不断的补充 那么问题就是弹药从何而来 没有营收规模巨大的手机业务之后 华为消费者部门继续寻求新领域的突破 而且在该新型领域必须具备超大规模和巨大潜力 并且是华为所擅长的高科技方向 那么我们听闻许久的鸿蒙系统以及华为自动驾驶实力 以及不断传出的华为造车的传闻就非常自然的走到了一起 是的 自动驾驶 这个智能汽车 新能源 这么多的热点放在一起 加上当前正值汽车产业百年来的最大一次科技转型之际 华为顺势切入汽车领域 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鸿蒙汽车的横空出世 也同时在宣告着华为在物联网时代 对万物兼容操作系统的推崇备制 鸿蒙加上智能汽车 华为希望能够起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与此同时 华为造车的野心和战略 使其从成立至今在ICT领域积累了全球领先的技术 这些技术应用到智能汽车领域 可以领先其他竞争对手很多年的时间 那么特别是在通讯领域 再加上华为在软硬件领域多年的耕耘 对于操作系统 用户偏好 设计美学 甚至是在手机时代所形成的营销策略 都有其卓越的见解 未来以来 虽然华为一再宣称不造车 但是华为在汽车行业的布局之身 搭有再续手机辉煌的企图心 那么这样的一个诉求 不可小觑 与此同时 中国电动汽车军团已经进军欧洲 并且中国的红旗汽车 也已经去日本开店 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 都是汽车业的王国 中国的电动车品牌正在续写着 中国手机品牌扫遍全球的辉煌 而在中国电动车核心技术被攻克 在电池等核心供应链环节 完全自主化的当下 希望这一次中国的汽车军团 不再是手机品牌时代的组装厂模式 要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把品牌市场占有率核心技术 以及高利润通通的赚回来 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重要议题 来和大家做深入的分析 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BGCEO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CEO于成东 曾经在去年的4月份表示 被美国方面多次制裁之后 华为手机业务受到影响 思来想去华为决定卖车 可以弥补手机业务销量受到的影响 那么也是可以弥补 所造成的利润下滑的问题 一番言论隐隐也透露着心酸 正所谓我们前面的那般分析同样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的铁律之下 华为必须进化出 更适合当前复杂形式的商业模式 而智能汽车就是其中一部重要的棋 在此背景下 鸿蒙汽车横空出世 2021年的12月23日 华为举行冬季旗舰新品发布会 发布会上 于成东用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 讲解华为所发布的这一款鸿蒙汽车 可见华为消费者业务 对于汽车的重视程度 那么这一款汽车华为深度参与 从设计到研发再到营销全链条支持 汽车内外每一处都看得出是华为的设计语言 华为虽然说过不造车 但这种深度赋能的模式 更像是华为在造汽车的灵魂 而合作方赛利斯 更像是制造汽车躯壳的代工厂 实际上华为布局智能汽车领域 已经有较长了一段时间 并且速度和进程都在不断的加快 早在2019年 华为就在上海车展首度公开 要进军智能汽车行业 要赋能车企造好车 2020年的5月份 华为成立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事业部 这也意味着华为将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 来研发耕耘这一领域 在2020年的北京车展上 时任华为轮值董事长的许志军表示 一年时间内 华为向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逼优 投入5亿美元 而且短期之内不会考虑盈利问题 此后华为细分了智能汽车领域的相关产品线 开发出智能车云 智能网联 智能座舱 智能驾驶 智能电动 五大产品布局 涵盖了智能汽车全方位核心部件 2020年的12月份 华为以3.4亿元 在广州白云区购入一块地 修建其广州研发中心 主要是用来研发智能汽车 云计算 物联网等等技术 此后华为不断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不断招揽合作伙伴 不仅和18家车企成立5G汽车生态圈 还宣布和北汽等车企深度合作 2021年华为按下智能汽车制造加速键 2021年的4月17日 华为和北汽公司合作推出 Alpha S华为H1版 首次将华为Insight应用在量产车之上 并且发布了一段自动驾驶测试视频 其中应用的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 带来的智能自动驾驶体验 引发热议 2021年的4月18日 华为举办Hai发布会 正式发布鸿蒙OS车机操作系统 4D成像雷达 MDC810等在内的新一代智能化部件和解决方案 2021年的4月20日 于冲登宣布华为正式开始卖车 将在全国华为门店销售华为制选汽车 第一辆车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塞利斯SF5 这也意味着华为不仅在做2B的生意 也做起了2C的生意 在去年的11月份 华为联合长安汽车 宁德时代共同打造全新高端品牌 阿维塔科技公司所公布的锁款车型 其搭载了华为Hai全站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预计2022年的第三季度会实现量产 2021年的12月21日 华为又在苏州投入使用一家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创新中心 那么设置了MDC融合传感 语音视觉声学坐舱生态创新 车载网络车控创新9个实验室 2021年的12月23日 华为发布高端品牌iTOL 华为亲自下场设计研发品控 这种高渗透率的开发再加上鸿蒙系统深度定制 体现了华为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布局已然成熟 并且开始进行猛攻阶段 那么华为鸿蒙系统加上智能汽车 能否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 华为的技术和生态赋能汽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鸿蒙系统的加持 这主要是五大产品线中的智能座舱 基于手机和车机的鸿蒙系统生态 打造出车机版的操作系统 这个鸿蒙OS 将构建人加车加生态的智能座舱生态 在这个意义上看 鸿蒙系统正将汽车真正的融合到生活当中 将出行和居家无份衔接 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带来生活方式的变革 在未来汽车的场景将会拓宽更多 那么汽车的网联化 智能化 物联网化的速度将会更快 首先呢 在智能汽车时代 核心技术不再是什么底盘呢 发动机啊 那么变速箱呀 这三大件 而是软件 算力 宽带 软件定义功能 宽带管理瓦特 算力 驱动马力 其中软件的意义最大 它几乎深度参与到汽车的定义 开发 验证 销售 服务的所有过程当中 也是用户感知度最强烈的部分 那么我们看到呢 专家指出 在智能汽车时代 数字化技术是核心竞争力 因此华为打造出 IDVP MDC和HomonyOS 智能座舱三大平台 这三大平台也涵盖了智能车控 智能驾驶 智能座舱 这三个重大的领域 也就包围了汽车的智能化 其中 鸿蒙系统智能座舱意义最大 对于驾驶体验和乘坐体验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其次呢 鸿蒙系统是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 并且应用在手机 平板电脑 车机 家居设备等不同的终端 相比于iOS它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相比安卓它更加的统一 而不碎片化 这样带来的意义就是 鸿蒙系统可以作为一个中介 串联所有的终端设备 可以随时随地的实现内容和功能的无分流转和传递 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设备操作不同的终端 比如说在出门之前 车主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或者手机提前唤醒汽车 开启汽车空调将出行线路提前流转到智能汽车的智慧屏幕之上 手机上的办公软件或者影音游戏等等内容 可以无分的同步到汽车的智慧屏之上 那么回家之前 通过汽车上的车机语音系统 可以操作家里的灯光空调洗衣机电饭包等开启 这也意味着在未来工作居家出行等场景可以无分的切换 无需重复传递内容和文件 而只需要在同一个账号体系之内运行就可以 更为重要的是 华为在操作系统和软件开发领域已经相当的成熟 并且掌握了大量的数据 汽车搭载的鸿蒙系统可以解决传统车机应用少升级慢 体验差这方面的痛点 在智能化上 鸿蒙智能座舱更是可以做到智能识别驾驶人 通过人脸识别自动登陆对应的账户 保护影子安全的同时也更加的便捷 那么华为造车的野心和战略究竟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 受制于中美国际关系的原因 华为的手机业务严重受损 华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如何在复杂形式之下突围 一向是华为的一个强项 智能汽车正是一个突围口 于天东曾经坦言 受到美国制裁手机业受阻 而智能电动汽车销量虽然没有手机大 但是其单价更高 能够弥补手机的销量缺失 表面上 华为只是在弥补手机业务的弱化所带来的损失 但其背后却有更深的战略考虑 不只是要找到新的造雪功能 更要以汽车为中心打造全新的生态 传统燃油汽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 核心技术几乎被国外垄断 早已经没有突围的可能性 但智能汽车却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并且以华为的技术储备 智能汽车完全是为华为而设 华为从成立至今一直在ICT领域 积累了全球领先的技术 这些技术应用到智能汽车方面 可以说超越其他所有竞争对手 再加上华为在软硬件领域深耕多年 我们前面谈了这么多 华为鸿门操作系统在当今 可以说是国产自主化最成熟的一款操作系统 那么包括在营销策略上 我们前面也谈到华为打市场 那是拼了命的相当的有成效 智能汽车是软件大数据AIICT等多个产业 相互融合的产物 如何实现不同场景之间的互联 不同内容功能的衔接 才是智能汽车的核心功能 简单来说就是打造一个围绕 人车生活的智慧生态互联 它必须依靠数据和软件的基础 华为在消费者电子领域 积累数十年的技术沉淀和品牌价值 将为华为智能汽车的前进做好铺垫 华为发布红能汽车只是一个影子 未来建立智能汽车生态 才是其最重大的野心和战略考虑 实际上呢 中国的电动汽车品牌 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拼杀 中国企业的纯电动汽车 正在全世界发起攻势 在日本之前进驻的是欧洲 在纯电动汽车市场早已经呢 基于其他地区形成一定规模的欧洲 中国纯电动汽车开始逐渐的渗透 中国国有汽车大型企业上海上汽集团 11月应该是2021年的11月份 退出了在中国生产的纯电动汽车 MGZS这样的一款新车 那么充电一次的续航距离达到440公里 此车比他之前所生产的这款车型呢 延长了近七成 但是价格却享受补贴之前仅为约3万5千欧元 低于德国大中和法国标志汽车的竞争车型 上汽集团从2019年10月正式进军欧洲以来 在16个国家建立了约400家的销售网点 在英国2021年的1月至11月份 MG品牌整体的销量比上年同期增长73% 从各品牌占包括汽油车在内的新车销售整体份额来看呢 约为1.9% 高于本田和马自达 11月单月为3.6% 逼近日产汽车和美国福特汽车等在英国进行生产的品牌 在欧洲 为了应对气候变暖 各国提供丰厚的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 比如说德国补贴9千欧元 再加上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消费者的危机感提高 在18个主要国家的2021年7月至9月份的新车销量之中 纯电动汽车所占的比重已经提高到13% 中国企业将这种情况视为一个良机 当然目前在路上具有存在感的只是采用了MG这一英国传统品牌的上汽集团和浙江吉利空股旗下的吉星等等 但是很多中国企业正在接踵而至 在2021年的10月份新兴的纯电动汽车企业上海蔚来汽车 那么在挪威开设了展厅 开始正式进军欧洲市场 计划到2022年底在该国开设20处自主的电池更换站 而小鹏汽车和第一汽车集团也以挪威为立足点进入欧洲 长城汽车在9月份的慕尼黑国际车展之上宣布 在欧洲启动小型纯电动汽车品牌欧拉的销售 中国企业寻求通过纯电动汽车 那么重现日本车和韩国车 以低价格和低燃耗为武器 在欧美提高存在感的过去的成功经验 在汽油车领域 中国车企存在安全性等受到严厉的批评 或者说在发动机各方面等等的不够先进的原因 未能成功打入欧洲市场的历史 但是在纯电动汽车领域 提高性能在安全性评估方面 我们也看到欧洲的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认为 那么MG和蔚来汽车均获得了最高水平的五星的评估 中国汽车企业在包括不仅仅汽车企业 还有电视机企业 家电企业 手机企业等等领域 借助较高的成本竞争力 追赶上日美欧企业正在全世界进行开疆扩土 即使是此前唯一困难的汽车领域 中国企业也转向以纯电动汽车为东风 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一直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汽车品牌宏奇 也到日本去开店 中国大型汽车厂商通过纯电动汽车进入了日本的乘用车市场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2021年12月19日 在日本开设首家专卖店 2022年的夏季将销售SUV纯电动汽车 此外 比亚迪也开始销售中型车 中国企业在发动机汽车领域未能瓦解日美欧企业的根据地 但打算以市场转向纯电动汽车为契机进入全球市场 中国的卡车等商用纯电动汽车也开始向日本出口 正在抓住纯电动汽车车型仍然较小的日本企业的空隙 2021年的12月19日 一汽在大阪市的JR一个地区开设了专卖店 德加专卖店将首先销售轿车H9的汽油车和弱混合动力汽车 不含税的价格是550万至115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30.84万到64.48万元之间 2022年夏季将推出SUV的纯电动品牌汽车 2022年内还将增加300万至400万日元的车型 SUV预计售价不含税1100万日元起 充一次电的续航旅程约为460至690公里 正在讨论随后销售高价位的纯电动汽车 为支持日本的充电标准而改造车身 全部从中国的工厂来进行出口 2021年的12月19日出席开业仪式的公司经营者 那么何英树表示 感觉外观比欧洲品牌车更高档 没有想到能在日本这个汽车大国当中开上中国车 专门店的负责人表示 首先挖掘在日本的华人和访日的华人旅行的旅行公司的需求 包括EV在内也就是电动车在内 希望增加车型 据称在光的照射之下 汽车两侧的地面上呈翅膀状的投影功能受到好评 一汽汽车2022年在东京开店 还讨论将店铺扩大到日本的其他城市 而此前只是向日本出口少量汽油车和电动车 今后将会建立更庞大的销售网络 全面拓展电动车业务 比亚迪已经启动纯电动汽车中型轿车的销售 首先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推销 价格在385万日元 在享受购纯电动汽车的补贴之后 降低约40万日元 已开始商讨在主要城市设置销售代理商 而此外 中国的商用纯电动汽车进入日本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地区 特别是包括日本的一些大型物流企业等等 也都考虑购买中国的纯电动的汽车 为了减少配送的温室气体排放 探索引进纯电动汽车 但日本国内企业缺乏适当的产品 只能够从中国来进口相关的纯电动汽车 中国产品组 它的这个矩阵的产品群比较充实的原因 是中国汽车产业正在作为一个国策而发展纯电动汽车 从巴士到卡车的出口开始 进入2021年之后 一汽和比亚迪开始向欧洲等市场出口乘用车 调查公司Mark Lines的统计数据显示 在西欧的17个国家 纯电动汽车的销售合计2021年的1至10月 到达了约90万辆 其中中国企业的中国造为数千辆 比亚迪等已经开始全面启动出口 日本的市场相比欧洲显得更小 但日本企业发展纯电动汽车行动相对迟缓 这似乎也是中国企业能够进入日本市场 进行销售的原因之一 日本媒体认为 中国纯电动汽车极具竞争力 中国汽车制造企业 分为政府旗下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最大的国有企业是上汽集团 民营企业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2010年收购的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 正在加紧扩大业务 虽然日本美国欧洲等外资企业 也涉足了中国的汽车市场 但中国政府规定了外资 在中国设立汽车企业时的一些限制 当然我们也知道 现在的各种限制在逐步取消 那么在过去 各个外资企业原则上 是通过合资企业来开展业务 比如说德国大中与上海汽车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建立的合资关系 分田汽车与第一汽车 广州汽车集团成立的合资企业 那么与外资企业成立的合资公司 在国有大企业的销量中 占据了大部分的比例 中国政府的目的是通过与外资企业的合作 当然对促进中国整个的汽车产业发展 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那么近些年来 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 也振兴中国的纯电动汽车领域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的提高 比亚迪等大型企业和新兴企业的实力 不断增强 出口也不断的增加 业界团体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新车销量约达到2500万辆 是日本的五倍之多 其中纯电动汽车约为110万辆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堪称是最大规模 2021年的纯电动汽车的销量 也在接近于上年的三倍的速度在增长 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没有任何一个汽车相关的业者 可以忽视中国这个汽车产业汽车市场的发展 特别是在从燃油车向电动汽车转型的过程之中 中国的转型速度相当之快 中国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接受度相当之高 所以任何一个新进的电动汽车品牌将会更加重视中国市场 因此我们说谈到电动汽车就不得不说特斯拉 就不得不说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布局 1月11日2021年中国新电源汽车市场完整销售数据出炉 其中特斯拉在去年12月的销量首次超过7万辆 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在车企当中仅次于比亚迪 按月度销量来看 比亚迪以9.3万辆位居第一 其次是特斯拉中国上汽通用50以6万辆位居第三 不过从车型来看 主要还是比亚迪以特斯拉之争 上汽通用50主打的是入门车型 从2021年全年销量来看 中国新电源汽车总销量为298.9万辆 同比暴增169.1% 继续稳居全球第一 全年销量前三甲的品牌 依然还是比亚迪特斯拉和上汽通用50 其中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为32万辆 市场占有率高达10.7% 其中12月的市场占有率高达14.7% 换句话说 在去年12月 中国市场销售的新电源汽车之中 每100辆新车当中就有15辆是特斯拉 这一数据极为惊人 1月3日特斯拉披露了2021年全球的汽车销售数据 全年产销量双双突破93万辆 较2020年的50万辆大涨超过80% 这一成绩单也助推特斯拉股价单日大涨13.53% 市值突破了1.2万亿美元 以最新披露的中国市场销售数据来看 中国占据特斯拉全球销量的34.4% 仅次于美国本土 以中国市场过去两年超过100%的销量增速来计算 取代美国成为特斯拉这个最大的单一市场 应该也只是未来一两年的事情 这个目标也是马斯克一直以来的梦想 从产能指标上来看 2018年才开工的上海工厂 目前的极限产能为50万辆 换句话说 在过去的一年上海工厂几乎是满负荷运营 期间还遭受了芯片短缺等供应链问题的困扰 如果没有大的意外情况 当两座新工厂都实现了投产 且上海工厂的扩产改造也顺利完成 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 上海工厂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 继续提升中国市场的市场占有率 2022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最后一年 政府发放的新车购买补贴下滑30% 2023年之后不再发放补贴 而美国市场的补贴政策尚未确定 特斯拉不得不选择涨价应对 再考虑到小鹏 未来理想灯造车新势力虎视眈眈 传统汽车品牌也在准备反扑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之后 未来两三年依然不能掉以轻心 加上中国消费者尚未形成对电动汽车品牌的忠诚度 因为新能源汽车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 很多汽车品牌到底谁好谁坏 实际上还并没有形成 我们像传统车企燃油车企 这个汽车品牌那样的所谓的忠诚度 所以呢新的品牌在不断的加入 而一些老的品牌呢 有不同的车型性能表现差距也比较大 尚未稳定所以消费者呢还在不断的探索 也在摸索的过程中 因此特斯拉切不可以以为啊自己就这么稳了 其中有可能中途掉队的风险依旧存在 毕竟呢中国市场不仅关系到 马斯克其本人的宏图大击 更是直接关系到特斯拉的未来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中国电动汽车品牌油王大干一场的主要因素 其实还包括中国完善的电动车产业供应链 特别是在电池等核心技术方面 也包括我们前面谈了很多的华为在汽车供应链当中的核心技术 包括华为的鸿门操作系统在汽车上的应用 那么美国呢 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卡住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脖子 有朋友会说那么手机上面美国可以通过芯片半导体卡住 那么汽车不需要吗 当然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智能汽车 是需要更多的半导体芯片 我说的是数量 但是车体积那么大 他不像手机体积很小 而且车呢 他的计算量 这个和手机比起来呢 是要小很多很多 手机有时候经常比如说打游戏啊 那么他的计算量是非常大的 对芯片的需求呢 他的这个所谓的制程要更加的先进 计算速度要更快 那么整个CPU的处理能力要更强 而汽车呢 他的这个对芯片的制程要求呢 没那么高 一般来说成熟制程芯片 就可以满足汽车的需求 这个有一句古话说的好 对吧 杀鸡不用牛刀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成熟的制程芯片 中国是可以搞定的 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在此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说啊 汽车里面的各种零配件 中国是完整的供应链 那么汽车的电池 在新地元汽车时代是最重要的 这个中国呢 也是最强的 那么汽车的操作系统啊 其他方面也都有 所以说呢 美国人在这领域没法卡下脖子 而且我们看到最新的电动汽车 电池市场的占有率 而中国的宁德时代 可以说呢 是强势的占据榜首 韩国市场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所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2021年的1月至11月份 宁德时代仍然保持 电动汽车是个电池市场的主导地位 宁德时代以31.8%的市场占有率 稳居第一 比第二名的LG能源解决方案 高出10个百分点 比亚迪呢 以9%的市场占有率 位列第四 SNE Research指出 在2021年的1月至11月 中国企业引领了电动汽车 这个电池市场 包括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电动汽车 以及混合动力汽车的增长 那么与去年的同期相比呢 宁德时代和比亚迪 分别增长了180%和192% 那么这样的增幅呢 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 如果说中国的手机品牌 在全球的高市展率 最终落了一个组装产品 形成品牌 再去卖货的这个结果的话 那么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有望会形成自由的品牌 那么既有其核心的品牌价值 又有其核心的技术价值 在手机时代呢 我们都知道 也是跟历史发展阶段有关 美国最早产生了安卓操作系统 iOS操作系统 而且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操作系统 比如说微软所推出的 移动端操作系统 当然最终并没有成功 或者说市场占有率很小 那么当时呢 中国在技能手机的方面呢 可以说要什么缺什么 半达体没有 操作系统没有 对吧 核心的元器件 核心的组件 各方面什么都没有 屏幕也做不出来 我说的是十年前 智能手机飞速发展的时代 现如今呢 中国在智能手机方面 可以自己造出来屏幕 自己呢 在操作系统的定制上 那么在安卓上呢 也有很多的创新 当然更多的是偏向于 交互体验式的啊 这种创新 并不是根本性的底层的创新 但是呢 在智能手机时代 我们必须要说 中国在半导体芯片 依旧呢 这个受制于人 在操作系统方面呢 虽然华北有了鸿蒙 但是其市场占有率 市场号召力依旧有限 而且我们也必须知道 比如说中国的一些手机品牌 它的芯片 要么用美国高通的 要么用呢 这个啊 中国台湾的联发科的 对不对 选择有限 国内根本就是没有 那我说的是这个 中国大陆这一块 根本就没有 而另外一方面呢 关于这个操作系统方面呢 基本上都是安卓操作系统 那么只不过自己呢 在上面做了一些定制 做了一些改造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从操作系统的芯片呢 的确受制于美国 现在美国只是对华为 形成了打击 那么因为其他公司 坦白的说 它不像华为在芯片上 有很多的研发 那么更多的呢 直接就是买美国的芯片 付给美国人专利费 所以呢 美国人干嘛打击你呢 对不对 你造了那么多手机 全世界卖了那么多 当然这也很重要 我们必须说 这也很重要 只不过呢 说离我们这个解决卡脖子问题呢 坦白说还是有距离的 而汽车方面 如同我前面所说 既有品牌 又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又有自己完整的产业供应链 因此呢 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呢 真的是时机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最终有可能获得 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并且获得非常高的利润 这样一个新兴的行业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去小看 其他包括欧美和日本 也包括韩国在汽车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企图心 竞争肯定是十分的激烈 但是呢 有这样的机会面前呢 中国的汽车产业 特别是电动汽车相关的业者 一定会抓住机遇 形成我前面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诉求 那么我们呢 也一起期待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